我的院种前女友是个富二代 特别有钱的那种 但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却一直都在装穷 整整三年 她吃我的助我的 连身上穿的内裤 都是我拼细细9.90条 给她团斗抢的 可没料到 我以为她是清贫笑话 父母离世 孤身一人闯荡社会的小可怜 却没想到人家是富豪小公主 山珍海味吃惯了 想尝尝青州小菜换口味 我点开热搜头条里的视频 女人松松散散地倚在豪车上 朝着镜头方向浅浅一笑 拍摄的显然是个男的 镜头当即摇晃 进而爆发出一阵尖叫声 她在看我 真的好漂亮 在之后 视频结束 跳回开头 短短十几秒的视频 我却反复看了几十遍 这条视频是昨天爆出来的 标题是穆展博携新人出席活动 一次恋情曝光 穆展博是心境领地 豪门霸走 更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真性情 30岁未婚 却从不避讳恋情 而且爆出的女友 还一任比一任年轻漂亮 每次恋情曝光 都有不少人跪求她开班授课 教大家怎么当海王 甚至有人戏称 18岁的女孩虽然才成年 但当慕展博的女朋友 却已经晚了 这视频刚爆出来的时候 此党宋毅就第一时间转发给她 开玩笑式地问 这美女好像江湾了 怎么回事 不会是你穷风了 逼她去娱乐圈卖身求容的 我还没来的机会 宋毅就又发了一条 卧槽 不是笑 这他妈就是江湾 你快去看热搜 我这才一头雾水地点开了热搜 之后就在热搜第一条 看到了刚刚那条视频 而且实在没想到 就这么一条简单的娱乐新闻 竟然还能多次反准 最开始有人说 江湾是电影学院新生 跟慕展博在一起是图钱图名 为了挤进娱乐圈 但很快有人打脸 说江湾根本不是电影学院的 他是大笑话 家境一般 平时勤工减学交学费 应该是因为缺钱 所以才被慕展博包养了 这人甚至贴出了学生证 当作正组 可还没过多久 这条爆料就又一次被反准 有人扒出 江湾其实是风筝集团的小公主 老总江海东的独生女 不光是富二代 还是富二代中的战斗机 平时行动低调 勤工减学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而从小开始 慕展博就一直是他的理想性 只是苦苦追求五年 蓝方军未回忆 而这次江湾高调现身 也是因为慕展博被活动方欺负 他才冲冠一怒为男神 豪车出场 给心爱的男人称场面 而慕展博默认他的到来 应该也是变相承认了他的感情 很快 跟随这条热搜而来的 还有一张照片 江湾眉眼灵力 跟一个矮胖的中年女人对峙 而慕展博则躲在他身后 一向气宇轩昂 冷淡境遇的大帅哥 站在明艳的女人身边 竟满眼都是宠蜜与温柔 这照片一出 热搜炸了 照片虽然模糊 但却自带明艳专情白父母 和耀眼海王男明星沦陷的故事 而与此同时 微信上我跟江湾的聊天记录 依旧停在昨天晚上 他等我说 好累 想你了 明天我们去吃火煮好不好 我当时怎么回的来着 对 我说 你也别太心 兼职累就别做了 我有钱 大不了我养女 可现在回看 我在江湾面前 打肿脸空胖子的举动 简直就像个笑话 毕竟视频里的江湾 浑身上下都是我不认识的大牌 光他手腕上戴着的那只广 就值一百公万 你说我一个月薪 不到一万的打工人 在人家面前装什么有钱啊 我发过去的微博链接 他还没回复 聊天框里的文字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我却依旧没想好该说什么 我想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到底是不是富二代 跟慕展国又是什么关系 哪怕热搜上闹得沸沸扬扬 我却还怀着一次希望 希望能听他亲口解释 告诉我一切都是误会 他的确骗了我 但都是被逼无奈 可没想到 姗姗改改一个字都没发出去的我 先等到了对面发过来的消息 只有三个字 分手吧 我一愣 手比脑子快地把疑问发了过去 为什么 玩够了 那你放在我家的东西呢 扔了吧 反正也不值钱 我是被宋一拉出来喝酒的 他说我难得试一次恋 不借酒消愁 都对不起他这三年来吃的狗粮 酒吧里灯红酒绿 环境嘈杂 宋一跟我碰了下呗 劝我 没事 将晚多漂亮 能睡到他也不亏 不然以你的工资水平 这种程度的妹妹 你想包养都包不起 这是福气 我把酒杯一饮而尽 皱眉看向宋一 你别这么说一个女孩 他心绪一笑 算了算了 喝酒喝酒 音乐声震天响 宋一说着喝酒 但其实酒量很差 几杯酒下肚就开始一会 而我明天还得上班 看着群里甲方那几条 没回复的爱情 我狠狠叹了口气 打工人不配借酒交仇 把宋一送到家门口之后 又打车回了家 我其实有点想哭 但忍住了 我还想给他发消息 但也忍住了 除此之外 更多的还是觉得荒唐 我真的在努力存钱 想买一套房子 写他的名字 毕竟他跟我说过 他家境不好 所以一直没有安全感 可整整三年 我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难道都是怎样的 他一句玩够了 就没了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 路不平 一下一下磕着我的脑袋 好不容易到了家 下车 冷不丁的被风一吹 头却更晕了 我索性在路边坐下 想等清醒一点再上楼 可他还坐下没多久 就忽然有人走过来 挡住了路灯的光 我抬头 就看到了江湾那张脸 他画了件纯黑的连衣曲 披在背后的头发 烫成了大波浪 浑身价值不菲的配饰 更趁得他名艳夺目 跟我越发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 他居高临下地盯着我 怎么这么狼狈 你就那么舍不得我吗 我愣住了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看我的眼神 冷漠得像个陌生人 我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 他以前总是笑着 跟我对视的时候 总会忽然靠过来 把我搂进怀眼 用有点撒娇式的声音问我 哥哥 今天有没有多爱我一点 我总是摇头 说没有 然后他就会恼我的眼 逼我收回答案 而眼下 那些回忆让我的心脏隐隐作痛 我深呼吸 压下眼泪之后 才强装镇定地问了他一句 到底为什么 他没说话 只是挥了下手 一辆麦巴赫从路口开过来 停在了附近 车门打开 上面下来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女孩 染了头张扬的红发 一步一步地朝我走过来 在我面前站定 问我 穷鬼 还认得孤奶奶是谁不 我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面前这个人 跟记忆中的那张脸 对应起来 穆熙 哟 记得呀 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穆熙往旁边退了一步 伸手挽住了姜婉的胳膊 她咧着嘴的样子 跟四年前一模一样 我是大二的时候 认识穆熙的 我在一大读书 为了凑学费勤工减学 其中一份兼职 就是当家教 穆熙 是我当年教的第一个学生 她家境英识 但成绩却很差 而且玩心中 第一天上课时 还规规矩矩 可到了第二节课 就开始耍心眼 她甩给我五百块钱 叫我帮她隐瞒逃课的事 之后就准备 跳窗户去参加拍赌 我没收钱 却也没能拦住她 担心出事 所以就给她妈妈打了电话 但没料到 在我面前十分温柔的穆妈妈 管教起孩子来 竟然严厉地过游 穆熙被伤了巴掌 还被关了很久的警察 也是因为这件事 她开始记恨我 整天跑到一大骚扰 嚷嚷着要让我付出代价 逼我道歉 可收钱当家教 在孩子离开的时候 通知家长是我分内的事 她挨了打 在我预料之外 我觉得抱歉 但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 因此我直接忽视了穆熙 当她不存在 而她后来也真的不再出现 我当时还以为她三分钟热门 已经忘了这件事 可没想到再见面 会是这种局面 穆熙观察着我的表情 似乎知道我都想了起来 嚣张地笑着指了指旁边的姜婉 说 这我姐 知道不 她跟你在一块都是为了给我出气 姜婉皱了皱眉 似乎欲言又止 但到底什么都没说 可我却全明白了 忽然有点想笑 我也确实笑了 我抬头看向穆熙 问 那现在 你也报复完了 咱们算不算扯平吗 穆熙一愣 似乎没想到我会是这个犯 皱了皱眉 略带犹豫地点了下头 算 算吧 反正我已经出完气了 不过 你不生气 我摇了摇头 笑得更开心了 没什么好气的 愿赌服输吗 那没什么事我先回家了 几位大小姐 玩得开心 说完这话 我转身就懂 上楼时 早上 关掉闹钟之后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脑子很乱 我昨天没睡好 或者说是几乎没睡 因为我上网搜了答案 问分手后该怎么快速走出来 最高赞的几个回答分别是 哭 找点事做 不舒服思考 可我坐在沙发上酝酿了半天 实在哭不出来 于是索性开始收拾东西 把自己的行李全部打工 准备搬家 这房子是两室一厅 虽然大 但离我上班的地方其实有点远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当初根本就不会躲 现在分了手 因为是真的不值几个钱 我在凌晨四点的时候上了床 关了灯 辗转反侧 盯着手机界面反复刷新 在好几个软件里来回切换 但屏幕上的字却一个都看不进去 直到微弱的阳光从窗帘里漏进屋 再然后闹钟响了 我顶着两个黑眼圈爬起来 洗澡 换衣服 做了几组力量训练后 整个人才终于有了点气色 看起来不那么像幽灵 我拎上包 照常准备出门挤地铁 但门外 却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我有点懵 缩回了扶在门坝上的手 从猫眼往外看 却只看到了一片红色 在视线里晃悠 犹豫之下 还是打开了门 却没想到 刚好跟用脑袋撞门 却撞了个空的木溪对上 我一愣 下意识皱眉 怎么是你 他眼神却亮了亮 宛如看到救世主一般的 把他手里的东西 全都推到了我面前 那个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错了 是我小肚鸡肠 对不起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计较行不行 我后退了几步 没去接他手里的东西 那是几个精致的包装袋 包上无一例外的 印着奢侈品logo 还有一个袋子 里面装着现金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木溪见我不接东西 脸上表情挫败 我就是想跟你道个钱 真的 我盯了他几秒 问 将晚让你来的 他却一愣 摇头 不 不是 灵姐不知道这事 一道男生骤然响起 打断了磕磕巴巴的木溪 是我让他来的 不好意思 如先生 而随着说话声音快出现 还有个从楼梯拐角 走出来的男人 那人脸上戴着口罩和墨镜 我的严严实实 看不清长相 但身形高大云雀 一身低调 但质感极强地穿着 恰到好处地彰显着他的身体 他上前几步 站在了木溪旁边 之后才当着我的面 摘了墨镜 朝我伸手 您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木展伯 我是小夕的哥哥 他们对你恶作剧的那件事 我听说了 所以特地带他过来跟你道个歉 木展伯是木溪的哥哥 我有点意外 但仔细想想却也在预料之中 江婉跟木溪是朋友 又为木展伯怒对活动方 既然都是富二代 在同一个圈子里 内想也知道 他们是认识的 但对于他后边说的那句话 我还是摇了摇头 你们不用跟我道歉 不 这件事都是小夕的错 他太幼稚了 江婉经不住小夕死缠烂打 才被迫参与了这桩荒唐的恶作剧 所以归根结底 是我没教好自己的妹妹 还有 我跟江婉快要订婚了 我知道你们交往了一段时间 但大家都知道 那到底只是常误会 所以我希望之后的日子里 你能不要再来骚扰他 可以吗 这是江婉的意思 陆先生 哪怕你们已经分手了 但毕竟 你现在知道了他真正的家世 面前的男人点了点头 笑得落落大方 我不知道在他眼中看到的我是什么样的 但那一瞬间 我只觉得自己像个无地自容的小丑 分手之后 我觉得难过 还有点伤心 但在此之前 我其实真没那么恨过江婉 因为我始终觉得 哪怕开始是错了 哪怕结束不体面 但整整三年 点点滴滴的相处 他应该至少清楚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我不在乎他有没有钱 更不会为了他的钱 就抛下尊严 抛下里面 追上去死缠烂打 可眼前的男人笑容依旧得底 像没看见我表情变换似的 又追问了一句 陆先生 你应该可以做到吧 最后一个字敲完 我把策划整理好 发给组长确认 明明已经累得头脑昏沉 却还是忍不住想起了 今天早上慕展伯 领走之前跟我说的话 我当时说 请你放心 既然分手了 那我就不会再主动联络前任 无论他是不是富二代 所以这些东西 你拿走吧 我不需要 说完话 我就把那些手提袋 又放回了木展伯脚下 可对方却连头都没低 笑着说 一些小玩意 不值什么钱 陆先生不喜欢 那就丢了吧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 像极了姜婉 一样的轻描淡写 好像没掺杂任何恶意 但却莫名的能叫听话的人 感受到莫大的羞辱 也是因此 我不由想起了之前 将晚过生日的时候 我拼了命的努力工作 省吃俭用给他买礼物 并把那些在他谈来廉价的玩意 献保式的送到将晚面前的时候 他应该 也觉得我很可笑吧 同事敲了敲我的桌子 我这才回神 问 怎么了 对方笑笑 你是不是没看群了 经理找你半天了 要你去他办公室 好 知道了 我赶紧压下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谢过同事之后 进了经理办公室 经理找我 其实是老问题 公司要在深城开车站 分公司经验不足 需要从总部调人过去组织大局 升职 工资翻倍 唯一的问题 就是哪怕项目结束 也有可能需要留守申程 至少半年 大概半个月前 消息刚传出来的时候 经理就找过我一次 我当时已经验不足婉拒 但经理估计也清楚 那只是托词 所以才又问了我一次 这一次 我没再拒绝 等东西都收拾可了 已经是一周之后了 我把没用的东西 直接留在了车租屋 带不走的行李 寄存在宋一满 准备等在深城找好住处之后 去吃之前读书时 经常吃的那一家 选锅底时 我习惯性勾了鸳鸯锅 宋一却满脸疑惑 问我 不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吃辣了 我有些茫然 我吃辣呀 那你点鸳鸯干什么 咱俩都吃辣 九宫阁败 我这才后知后觉 看到了鸳鸯锅后面 那个小小的对宫 不小心勾错了 我说之后化掉了那个对宫 重新选了九宫阁 但其实 我是习惯了 因为将晚不吃辣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很少吃火锅 他闲吵 觉得火锅店里环境嘈杂 还不如回家吃饭 但后来 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他会主动问我要不要去吃火锅 当时点九宫阁 他吃得满头大汗 靠着冰水续命 一顿饭吃下来 东西没吃几口 光灌了一肚子谁饱 可除了火锅店 他却还在嘴里 说 多亏你啊哥哥 我好像比之前更能吃辣了 我当时看着他路灯下漂亮的侧影 还有带点孩子气的傻笑 心里莫名一人 再后来 我们就只吃鸳鸯锅 等我再回神 宋义已经接过了点菜单 三下午除二就点好了配菜 问我还要不要再加点弄 我摇头 说 不用 你看着点就行 别给我省钱啊 老陆同学 不然下一顿可就当你请 我可是准备吃穷米 那下一顿去吃自助的 混蛋 我俩互相打去 笑成一团 话题从天难扯到地 但都十分默契 没提起我决定离开的真正原因 明天不用上班 我俩都喝了酒 我只是脸上放红 以及走路的时候有点发票 但宋义却彻底醉了 凑在我耳边唱 呼勇者 跑掉不说 还破音 我一只手抓着他 另一只手掏手机结账 稍不流水 扫码的时候就被这伙给跑了 好不容易结完账 结果发现他正靠在 柜台旁边的餐桌上 对着其他客人说话 美女 我看你挺像个渣女 我简直一个头两个大 冲过去把他抛起来 忙不迭地对那桌 被他打扰了的客人道歉 但却忽然有人喊出了我 路舟 怎么这要巧啊 我这才发现 这桌上坐着的人 其中一个竟然是沐溪 我一愣 很快冒出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沐溪在的话 那会不会 我僵硬地转头 果然看到我旁边 桌子靠外的那个位置上 坐着江湾 宋义还在固执地指着他说 小姑娘 你真挺渣的 一老夫看你下半辈子 得行善记得 最好把头发剃了当尼姑 才能给被你渣了的人赔罪 而江湾被宋义指着鼻子 却无动于衷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 他们这一桌四个人 眼下都安静了 没一个人敢出声 我尴尬的头皮发麻 无比后悔 刚才实在不该纵容宋义 喝那最后一瓶提酒 好不容易把人控制住 安抚着他往门外走 可他却不老实 使劲挣扎 别拦我 老夫算命呢 等我拽着宋义 终于出了火锅店 蹲在门口的时候 已经折腾出了一身的汗 一边用手机打车 一边跟宋义说 祖宗 你快安静会吧 可他看了我一会 却忽然吸了吸鼻子 老陆 为了个女人 连哥们都扔下来 你还算不算朋友 这九猛子渐渐红了眼眶 开始掉眼泪 拽着我的袖子嚎啕大哭 两个男的拉拉扯扯 实在诡异 路过的人都在朝这边看 可我知道 宋义是真拿我当亲人 一瞬间也有些鼻尖发酸 想给他拿纸巾擦眼泪 但掏变了口袋都没找到 用这个吧 身后有人说话 声音熟悉 伸到我面前的那只手 白皙线长 拉着一张漂亮的手帕 我没接 用衣袖抹干了宋义脸上的眼泪 那个人把手收了回去 语气平淡地问 你把我拉黑了 我依旧没回答 低头打完车 然后扶着宋义去路边等 可他却追上来 拽住了我的袖 我用力把他的手甩开 到底生起了几分怒怨 姜婉 你是不是有病了 说完够了分手的事 叫我老实点别去骚扰的野生 你现在莫名其妙地是在干什么 他被我甩开之后眉头紧锁 但到底也只说了三个字 其实有点难受 但现在真的无所谓了 三年就算养只猫 养条狗也会有点感情 但是你吧 你不配 你真不配 所以现在我只觉得庆幸 早分手早解脱 手机震动 是司机打来的 我看到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暗灭屏幕转身 说走了 希望再也不见 回家之后 我收到了一条好友申请 没有头像跟备注 申请信息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我很轻易就猜到了 这条消息是谁发来的 没理会 可没想到对方却十分坚持 换了好几个不同的账号 申请信息也填的五花八门 从帅哥 认识一下 到微商招待 再到我是你领导 换号了 加一下信号 最后似乎终于意识到了 我不会少了 自暴自弃的田了 对不起 哥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但能不能给我的机会解释一下 我觉得可笑 只回复了最后这一遍 解释什么 解释你是个骗子 还是解释你脚踏两条船 想和平分手 然后邀请我去参加 你跟牧展国的婚姻 这一次 对方终于安静了 抵达深城 分公司安排了人来接机 那人拿着写了我名字的纸牌 长发披肩 清冷惊艳 但因为气质太突出 站在一群给爱斗接机的小女孩中间 明显的有些突兀 你好 陆周 对方伸出一只手 你好 杨一 身成策划部门的精灵 我的新任顶头上司 就叫杨一 所以我听到这名字 愣了一顺 我以为 您会派助理来接人 杨一解释 助理请假了 家里的猫要生小猫 新上司风趣幽默 是个好迹象 背景离乡 更换城市的紧张感 多少被冲散了一些 驱车前往酒店的路上 杨一简单介绍了一下 分公司的状况 以及我即将要对接的工作 工作量不少 但还算容易上手 只是我刚调过来 跟新同事不够熟悉 所以配合上肯定需要摸合 抵达酒店 办理入住 我本来的计划 其实是想等工作稳定下来之后 再挑个周末去租房的 但在车上 杨一告诉我 因为有大型展会 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都会非常忙 我早到了几天 下周一才去公司报道 不如趁这几天 把房子先找好 可刚联络好中介 准备出门 却忽然收到了宋毅的消息 老陆将晚来找我了 他问我你是不是搬家了 现在人在哪 我皱眉 本以为昨天的回应 已经不够清楚了 实在不明白 他现在的死茶烂打 到底有什么意义 好胜心 因为我的不在乎 所以他觉得自己的魅力 受到了轻视 我直接给宋毅发了条语音 语气坚决地说 无论他问你什么 都别告诉他 知道 我什么都没说 不过 他喝多了 好像还哭了 说最开始接近你的确是因为沐西 但跟你在一起之后 早就真的喜欢上你 他本来想找个机会 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跟你亮明身份 可他怕伤害到你 所以才一直拖着 没想到你会先一步 看到那条视频 他还说了挺多 我都记不清了 你要不听他解释一下 不用了 没什么好解释的 当初我体谅他独言辛苦 为了让他少做兼职 专心学习 拼了命的赚钱 甚至一度累到住院 可他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一句话都不说的 骗了我三年 对话框里的文字打到一半 我却走了神 其实这三年来 将晚并没主动找我要不舍 工作 赚钱 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拼命 这都是我自己做的选择 他没要求 没看见 当然也不知道 至于他说的 最开始带着目的接近 后来真的动心了的那些话 我也不怀疑 因为目的可以伪装 语言可以欺骗 但人下意识的反应 和眼神却演过来 无数次我忙着工作 把他扔在一边 等事情终于做完 去找他的时候 都能清晰地看到 他脸上的失落和孤独 瞬间转变为明朗和开心 我下班路上手机没电失联 他穿着拖鞋跑出门 整整找了我两个小时 却发现我早已经回到家之后 第一反应是红着眼圈搂住 而非怪罪 她是单纯的小女孩 爱憎分明 当保护喜欢的人 语为好朋友抱仇冲突时 他或许也焦虑我 在揭露真相面对问题 和不停拖延 暂缓冲突之间 举气不定 最终 东窗事发 我成了被抛弃的那种 总有人说 男女之间的感情 就是一场博弈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可我不太赞同这句话 我认为 好的感情应该是建立在平等之上 可因为将晚的欺骗 这场感情 从最初开始就是不平等 他或许有理 那些伤我之身的行为背后 也藏得他无法抵抗的不得意 但 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人 只是曾因为某个谎言短暂的相爱了一下 当真相掀开之后 终究得各自回归自己的现实 所以从谎言暴露的那一刻起 我们之间就已经结束了 想到这些 再看对话框里打完的那些文字 忽然觉得有点累 决心放下的是何人 实在没必要再翻出来回忆和控制 定了定神把那些全都删掉 换成了一句话 将晚要跟木展伯订婚了 他的事与我无关 对面的人果然炸了 我去 他都要订婚了还纠缠你干什么 有病吧 今天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在这跟我装申请 我还以为他真的知道错了 差点就被他骗了 长得好看的人果然炸 不过 老陆 你准备怎么办 找人曝光吧要不 我咽不下这口气 等对面的人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我才说 不用 既然分手了 就没必要再纠缠 不理他就行 好 那我知道了 我保证以后守口如瓶 不会再给他骚扰你的机会 对了 你到那边情况怎么样 南方热不热 是不是跟咱们这特别不一样 公司还适应不 同事们都好相处吗 五月初 北方还处在春夏之交的节点 阳光明媚里偶尔混着几日英语 外套短袖一起上阵 哪一件都不敢收起来 但地处南方的深层 却早就入了下 我看了一眼酒店窗外 一样的高楼大厦 路上行色匆匆的路人 似乎跟京士也没什么区别 对着电话说 有一点热 不过还能接受 我来早了 公司那边还没去报道 部门经理亲自去接的机 感觉人还不错 宋姨立刻警惕 紧张兮兮地问 经理怎么做这种阶级的小事 男的女的 不会是中年大姐 听说你很帅 所以想前规则吧 我失笑 别瞎说 分公司人员结构年轻化 人家经理也没比我大几岁 而且阶级也是助理 临时请假找不到其他人的 所以才不得不亲自来 这么年轻就做到经理位置 那挺厉害的呀 那她长得怎么样 漂亮不 还挺漂亮的 因为宋姨的问题 我下意识回想 单看脸的话 杨姨算不上可爱那一心 但当时在机场 她举着牌子 站在一群人中间 的确引得不少路人 频频回头 之前在网上 刷到过一个话题 讨论可爱和性感 那个更重要 底下众说纷纭 吵得不可开交 唯有一个简短的说法 力压群绪 占据榜首 说的是真正的女神 可爱和性感 哪个都不缺 杨姨这个人 就完完全全地 佐证了这句话 眉眼精致 鼻梁挺翘 恰到好处的云衬身材 哪怕是最普通的 黑长直和工作装 走在路上 依旧十分吸睛 估计是怕我心情低落 送一话题琐碎地 跟我聊着 迟迟不想结束对话 还是我主动提出来 叫她赶紧去上班 她才不大放心地挂了电话 挂之前还叫我 心里难受就跟她说 别忍着 我笑着抱怨 知道了 你别跟个老太太似的 电话挂断 心里却很暖 因为下午要看房 所以我拿上包出了门 找地方吃午饭 吃饭途中 顺道加了 租房中介的联系方式 这个中介 还是杨一听说 我要找房子之后推给我 效率极高 我把需求发过去之后 对面迅速匹配了六七套房子 跟我约了下午去看 为了通勤方便 我想租在公司附近 结果无一例外的 都很贵 二十平的小单间 不算水电费要一千九 厨房挨着浴室 洗衣机挤在灶台旁边 看来看去 还是一个合租出租次卧的套房 最合适 六十平 距离公司稍远一点 但也只要一公路 走路就能到 主卧已经租出去 出租的次卧十八平 带一个小律师 厨房和客厅属于公用面积 共同使用 租金一千五 最主要的是 房子收拾得整洁干净 采光极好 我当场就心动了 但唯一的问题 另一位租户听说是女性 一男一女合租 听起来既暧昧又刺激 而抛开偶像剧滤镜 从现实角度分析 那就只剩下了麻烦 可中介不停劝说 说房子刚挂出来没多久 性价比高 很快就能租出去 过了这村就没这点了 而且另一个住户人很好 绝对不是乱七八糟的女孩 只是因为室友换工作搬走 所以次卧才会空出来 加上房子实在合我心意 纠结半天 我最终还是听了中介的话 想等到另一个住户下班 看看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中介收到消息 说另一个住户回来了 而门打开之后 杨姨拎着包走了进来 这下我倒是知道了 为什么杨姨手机里 会那么凑巧地 存了中介的联络方式 室友换工作要找合租的人 是你 杨姨无奈 是啊 你也想在公司附近住 没错 中介夹在中间 看看我又看看了 这才茫然地问了一句 你们认识啊 这妖巧的吗 我俩一起苦笑 是挺巧的 但即便如此 我最终还是没选择跟杨姨合租 毕竟异性合租这件事 已经够暧昧的 再加上公司同事这一层关系 简直尴尬的无以复加 我相信杨姨也是这样想的 跟中介道别后 打车回了酒店 准备明天再抽一天时间 看看中介推荐的另外几间房 但我没想到 将晚会来 我住的酒店是公司订的 连宋义都不知道具体位置 所以在酒店大堂 看到慵懒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美貌引得众人平平为观的江婉事 我整个人都愣住 他是故意来找我呢 还是巧合 但无论是哪一种 我都实在不想再跟他产生交集 所以便抬起胳膊挡脸 想快速穿过大厅 却没想到 撞上人 是个中年男性 微胖 满身酒气 正靠在柜台上低头点烟 被我一撞燃脚的火机 直接对到了头上 他才回事 不乱揉灭了头上的火之后 用力把打火机砸在了地上 你他妈走路不长眼啊 对不起 我没看到 放什么屁 宝子这么大一个人 瞎了吗你看不到 这声怒吼 几乎引起了整个大堂里 所有人的主意 当然 也包括江婉 我不擅长应付喝醉了酒 尤其是个长相跟噩梦里的那个人 过分相似 中年男子的情况下 手心下意识冒汗 想逃却没办法逃 所以我只能不停地道歉 直到有人跑过来 用他的身体挡住了 那个醉汉的女妈 你就让他这么骂你 我抬头 刚好对上江婉 心疼又带点委屈的视线 就算要躲 你也得等我解释完吧 我还没说话 那个破口大妈的醉汉却急了 你他妈又是哪冒出来的小贱人 多管闲事 想死吗你 能不能安静点 不就是想赔钱吗 这些够不够 江婉眼神锐利 直接解下了手上的腕表 扔进了那醉汉的怀意 上百万的表 成功让那醉汉收了剩 可我却不能放任他乱来 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就不应该再产生任何瓜葛 所以我只能压住心底的感觉 绕过他 走到那醉汉面前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这个人 麻烦您把表还给他 烧了您的头发 要多少赔偿我都可以给 我身上没带现金 只能把微信付款的二维码掉出来 证明我真的会得钱 江婉眉头紧锁 眼底的情绪更重了几分 陆周你干什么 就这么想跟我划清界限了 江婉 我们已经分手了 可我没想跟你分手 有些事情 我现在还没法告诉你 但我可以保证 我绝对不会跟牧展伯结婚 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马上就会跟他解除婚约 不用了 陆周你别闹了行不行 那最汉的朋友 看我俩吵起来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走过来把人拉走了 可这边已经引起了围观 不少人都在暗戳戳地看醒 我转身也准备离开 却被人拽住了胳膊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 我知道我骗了 可我来就是为了道歉的 我知道我错了 你原谅我一次还不行了 三年的感情你说放下就放下 心真是石头做的 只是把他攥住我胳膊的手指 一个个掰开 跟他拉开距离之后 说将晚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转身上了电梯 一路上都没回头 所以我并不清楚 他听了这话之后是什么反应 只是在回到酒店房间之后 收到了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 只有四个字 可我舍不得 舍不得什么 却没说 我点开看了一会 删掉了这条消息 正式到公司报道是三天之后 我本来还有些紧张 担心新同事第一次见面 不知道如何融入 可没想到 办完入职手续 被人事领着带到办公室之后 才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人都去哪了 这个点应该在办公室啊 人事一论 显然也没料到这情况 雷厉风行地拨通了杨一的电话 之后才告诉我 杨经理去跟主编开会了 其他人都在找回现场 你先在这等一会吧 等杨经理回来叫他带你过去 我了然点头 线下活动是最麻烦的 尤其是车展这种大型活动 事情又多又杂 整个部门一起盯现场也很正常 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一边整理东西一边等 可才等了不到五分钟 却忽然躺进来了一个人 老大 现场出事了 你快过去救命 要不等会小雪酒 是个瘦高个的男孩 戴眼镜 皮肤很白 看到办公室里只有我之后 没说完的话戛然而止 直愣愣地杀在了原地 请问 你是哪位 我叫陆周 是新来的 我知道你 你是总部调来的大佬 我叫许葳 不过大佬你好帅呀 其实那天应该是我去机场接你的 但我的猫生小猫了 我走不开 对了 你喜欢猫布 许葳自来熟地在我旁边坐下 但下一秒 又瞬间弹了起来 不对 我不能坐下 我得找老大去现场 那边出事了 陆周哥 你知道老大去哪了布 老大就是咱们经理 杨姐 我不知道他在哪 不过人是说他去跟主编开会了 那完了 许葳哀嚎一声 肉眼可见地头疼了起来 肯定是胡主编 他最难倒了 话多脾气差 老大每次跟他开会都得一上武器 还不许中途被打断 这可怎么办了 我看他这样 到底于心不忍 问了一句 现场是出什么事了吗 许葳解释 我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办公室里的一个年轻策划 跟现场的工人师傅吵了起来 起因是工人看错了图纸 把两个汽车品牌的广告牌装反了 需要撬下来重新安装 但工人师傅觉得两块展区面积一样大 没必要再装一遍 可实际上 两个展区面积虽然相同 可距离入口的位置却大不一样 品牌方给出的展位费自然也有差别 就是在这个沟通过程中 似乎出了问题 从一开始的争论演变成了吵架 现在那个工人带头罢工 可现场的进度却耽误不得 我成因片刻 跟许葳说 要不我跟你去一趟现场吧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或许能帮上忙 真的吗 许葳眼睛亮了亮 言声道谢 展厅距离办公楼说远不语 说近也不近 坐地铁花了二十分钟 又步行了几百米 等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工人师傅席地而走 无人动工的僵持场景 一个穿着衬衫 举着风扇的年轻人蹲在门口 满脸愁容 猜也知道 这应该就是许葳口中的另外一位同事 小薛会场宽阔 我跟许葳走进来 自然也引起了里面人的注意 但带头罢工的那位工人师傅 却只是瞥了我们一眼 警告式地说道 你们今天就是来再多人都没用 咱们不受这个气 赶紧把前几天工钱解了 咱们这就疯了 小薛听到这话 疼得就站了起来 满面怒容的又要开场 我赶紧给许葳使了个眼泽 叫他把人拦住 之后走上前 在带头的那位工人师傅面前站你 二叔 你什么时候到深城来了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那师傅一愣 似乎没料到我会这样说 小伙 你别乱叫啊 我可不认识你 您不认识我 我是陆周啊 表哥前年结婚的时候 咱不刚在老家见过面吗 师傅还是皱眉 但语气却少了原本的冷意 你认错人了吧小伙 我真不认识你 是吗 那不好意思啊叔叔 我可能真是认错了 您讲的跟我二叔有点像 加上我一个人在外里 有点想家 没事 也不用道歉 师傅表情软化 摆了摆手 我这才出声 那什么 叔叔 我是新来的负责人 听同事说您不想继续接这个活了 能问问是出了什么事吗 你还问我出了什么事 提起这事 师傅表情不佳 还不是你们那个同事 说要一周完工 明天是最后一天 可现在装好的东西又要拆了重装 是没可能做得完 大中午的拖着时间 不叫我们休息 我们也是人类 不休息哪能行 语气不善 但到底却没拒绝沟通 隐隐猜到症结之后 我反而松了口气 这样啊 那这是确实是他们做的不对 不说这活干不干 中午不休息好了 哪有力气干活呀 见我认同他的话 师傅表情感激 就是啊小伙子 我们也不是不愿意干这个活 主要是大家都饿了 干不动 我想了想 说那要不这样吧 中午的盒饭我们来给您定 您吃完了抽出半个小时 把那个牌子换一下成功 工人师傅眼睛亮了亮 跟身后的兄弟烧一对视 没怎么犹豫的就点了头 这样也不是不行 事情解决 许为熟门熟路的打电话订餐 叫人送盒饭 我俩去门口等外卖的时候 他才一脸兴奋的问我 小鹿哥 你好厉害呀 怎么做到的呀 你来之前我们跟他们沟通了好久 什么办法都用过 可就是讲不通 怎么你一来他们就同意了呀 我笑笑 解释 沟通不难 互相理解就好了 车展的开办地点 在寸腿寸金的会展中心 附近高楼林立 商场和娱乐设施到处都是 限量又热闹 可对这些工人师傅来说 这个地方却很陌生 过于昂贵的租金 挤走了大部分小摊贩 他们看不懂外卖软件 忙碌一上午 还得走很远的路 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吃饭 所以他们拒绝耽误休的时间工作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因为如果休息时间缩短 他们在附近找不到吃饭的地方 是真的会挨冷 许为有点疑惑的开口 不过小鹿哥 他们吃饭有困难怎么不直接说呀 订分外卖又不是大事 因为太在乎了 他们出卖劳力工作 没读过什么书 也不再年轻 在这个高速发展 一切都朝着更新更好狂奔的时代 像是被落在了原地 他们没做错什么 可却无时无刻都得因为无法融入 而被敢俱促 人都是这样的 越在意 反而越敏感 那些看似倔强不可理喻的坚持 很多时候的理由并非强势 而是自卑 我话音刚落 许为还没出声 反而是身后有人说话 但有时候 让人觉得自卑的人合适 或许就不该再坚持了 我回头 这才看到杨一从展厅里走过了 他走路带风 显然也是刚刚才赶过来的 晚上的接风宴 是在公司附近吃的 杨一请客 带大家去吃重庆火锅 因为白天内装意外 几个同事到提前认识了大阪 除了已经见过的许薇 运营小薛 还有一个姓陈的剪辑 以及幸福的文案 因为年龄都差不多 所以相处起来 倒是比我想象中要来的和谐 酒过三选 桌上氛围也热烈了不少 小薛起身敬酒 表情俏皮 感谢陆大帅哥超人登场 救我狗命 而且要是早知道 总部调来的大佬 是个大帅哥的话 我怎么也得去机场接人了 许薇笑着出声 小陆哥 别理他 小薛这家伙是个女海王 对帅哥是见一个爱语 小薛被接短也不生气 笑嘻嘻地反驳 我这算什么 杨姐才过分 她把简历藏着掖着不给我们看 然后自己去机场接帅哥 这才叫剑色起义好不好 你放屁 老大是因为我请假 找不到人才自己去 跟你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都是剑色起义 你不能因为老大比我漂亮就双标 几人嘻嘻哈哈的户队 显然平时关系就不错 许薇战斗力不一般 小薛很快就落了下风 半开玩笑地求助杨一 老大 你快说实话 你到底是不是看到简历之后 才决定亲自去接人 听他这样问 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我抬头看过去 却没想到 刚好对上了 坐在我对面的杨一的视线 可他却只是笑笑 丝毫都没有要解释的意思 就是回公司剪辑 两点一线 我则带着剩下的人盯现场 各种麻烦 从各种想象不到的地方 以各种想象不到的方式冒出来 大家都忙得脚不沾地 那天的接风夜 反而成了两周来 大家难得聚齐的日子 加上月中一步 深层的温度高得越发猖獗 掺着湿气的闷热 像张网热的人没了脾气 所以哪怕事情进展顺利 中午可以出去吃饭 但大家还是都离不开休息室的空谷 又点了外卖 等外卖的时候 许薇就坐在我旁边 写的是锦号木展博 与风正集团大小姐低调订婚 我一愣 一时间并未出生 许薇却以为我不认识这两人 满脸欣喜地解释道 小鹿哥 你不知道这两人吗 是不是前几天没看热搜啊 这对可好刻了 女方是附加千金 但是从小就喜欢木展博 奈何苦追多年 一直都被当成小妹妹 女方一路之下脱离豪门 不靠家里勤工俭学 不但拿了一大的学历 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之后霸气归来 出现在活动现场 给男神撑腰 以前的小妹妹 长成了名艳大美 男神终于心动 接受了这段感情 这是什么 这是甜甜的爱情啊 原来他们的故事 在其他人眼里 是这样的 我不知该说什么 只能尴尬地笑笑 表示自己对这些不感兴趣 反而是刚拧开一瓶水的小学计划 你傻吧你 什么甜甜的爱情 那都是假的 都是生意 娱乐圈能有什么真爱 也就你这种傻子才行 我有个闺蜜是干营销的 说这两人 根本不是看上去那么回事 之前那热搜也是炒作 木展博为了给自己的公司造势 找人发通导带节奏 与方根本不想订婚 纯是被逼到这份上 碍于家族势力没法撕破脸罢 许微瞪眼 你别胡说八道 切 这都是真的 你不信就完了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争论 却怎么都避不开那个人 我只觉得休息室里有些闷 起身想去外面透透气 却刚好撞上提着咖啡 往休息室走的洋衣 他看到我之后 递了一杯咖啡过来 之后笑着问 吃饭了没 我摇头 外卖还没到 中午休息 怎么不出去吃 外面太热了 懒得动 那怎么不在休息室里吹空调的 里面太闷了 这里又太拙恋 连我自己都有点心虚 杨一却没揭穿 把咖啡放在门口 喊里面的人来拿 笑着跟我说 正好 我也觉得屋里闷 要不一起待会吧 我其实只是想补处 不想应付社交 但毕竟人家是好心 实在不好拒绝 冰美是有点苦 我胃里空的 不敢多喝 便小声念叨了一句 杨一听到 竟不知道从哪层 掏出了几颗糖 放在了我手心里 彩色的糖纸 是过去那种 闪着光的雷射包装 但我手心里只有红色 而我也确实最喜欢红色 但杨一怎么会随身带着这些 而且她怎么知道 对上我诧异的眼神 杨一却忽然笑了 只是神色有些无奈 你这小骗子 真是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 早知道欠了你的糖就不管了 熟悉的语气和称呼 终于唤醒了我的忌 你是那个被欺负的小矮哥 我八岁那年 是寄宿在舅舅家里的 那年我父母离异 又各自有了新的家庭 舅舅心疼我没人照顾 把我接到了自己家 舅舅跟舅妈 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 但再好 终究隔着一层沙 表哥做了错事会挨打 会离家出走 会因为想买手机 被父母同时训斥 可哪怕这样 他想要的东西 也从来没缺少过 而我总是很羡慕 在过于思念父母的时候 我会逃课 从学校坏掉的栏杆钻出去 在路上乱走 也就是在其中一个逃课的下午 我认识了小矮哥 他一个人蹲在墙角 明明穿着精致的小裙子 却缩成一团 旁边是几条凶神恶煞的狼狗 我也很害怕 但到底还是抄起一根木木 朝着那群狗跑过去 流浪狗欺软怕硬 被我赶跑了 我赶紧扶起他 问他有没有事 他说他没事 就是太饿了 跑不过那些狗 他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他问我家住哪里 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我叫什么 可提起住址的时候 却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舅舅和舅妈不知道我逃课 更不知道我交了新朋友 如果这人上门给我送糖 那不是就都漏下了 所以我撒了谎 说我就住在学校附近 最高的那间房子里 反正我每天都要来学校 总会见到面滴 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他跟我讲父母吵架 红桌的新游戏 我也告诉他我很想家 叫他好好学习 不要在意其他人的非议 只是后来舅舅工作变动 需要搬家 连带我也赚了血 而我实在没想到 跟他的再次相遇 会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惊讶 也有点兴起 问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不对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记得我 洋衣表情纠结 开口解释 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要报答你 其实那天之后 我就一直在存钱 为了给你买糖 我把所有存钱罐都砸了 跑遍了附近所有超市和小卖部 可我想把糖给你的时候 才发现你给了我假地址 于是只能每天上学 都把书本清空 背着一书包糖到处找你 但是后来被老师发现了 告状到我妈那之后 我被狠狠打了一顿 糖也都被扔了 我当时哭了好多天 你说 怎么可能忘得了 我没想到当年的相识 竟然还有这样的后续 我有点愧疚 憋着笑意跟他道歉 抱歉 我后来搬家了 不行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伤害太大 我不能这么简单就原谅你 行 那你报警吧 杨衣被我突如其来的 接耿搞的一愣 之后哈哈大笑 她的笑容明媚开朗 连日来堆积在我心口的繁郁 真的盯着手机屏呢 这应该属于公关危机了吧 完了 页面崩了 刷不出来了 你退出去重镜了 两人太过严肃 连我跟杨衣进门 都只是匆匆打了个招呼 杨衣问 怎么了 你俩看得那么认真 小薛手上快速刷新了好几下 似乎无果 这才抬头解释 出大事了 快来吃瓜 刚当那会 慕展伯不是官宣订婚吗 各路营销号都在夸 但是现在有人爆料 说订婚现场打起来 我皱眉 下意识追问 什么意思 具体怎么回事 谁也说不清 但是有个狗仔溜进去 拍到订婚现场一团糟 说女方根本不知道订婚这事 是被骗过去了 知道怎么回事之后 当场就发飙了 后来还是女方妹妹先动的时候 这次爆出来的视频比较模糊 加上偷拍距离太远 所以根本听不到声音 但慕展伯是明星 辨识度本来就高 再加上她一身昂贵的西装 每根头发丝都帅气得毫无破绽 出现在画面里实在吸睛 视频从姜婉推门 走进会场开始录制 现场布置奢华 人人都穿着西装礼服 因此当姜婉一身休闲装 推门走进来之后 当即便吸引了大部分目光 慕展伯朝她迎上去 她却闪身避开 之后表情烦躁地质问着什么 但交流似乎不顺 姜婉直接冷脸掀翻了 印着两人合影的订婚立牌 在之后 慕西冲出来 拽住了姜婉的头发 现场彻底乱了 保安逼近 拍摄人被发现 视频戛然而止 许葳语气信任 太惨了 我刻的CP成真 还不到一个小时 就逼了 而且有人说 姜婉私底下早就谈了男朋友 是在一大读研期间认识的 还同居了 人人都说那小子是个吃软饭的 可现在他却为了 那个男的大闹订婚现场 哎 女神糊涂啊 什么叫为了那小 小薛接话 许葳 你太单纯了 这种附加千金 在外面玩得可大 怎么可能只谈过一段恋爱 要我看她就是个纯渣女 没玩够所以不想订婚吧 哪有那么多理由 杨姐 陆哥 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事 杨姨说 未知全貌 物语制品 而我实在不想加入这段度 只摇了摇头 下班回到家 我本来应该先收拾房间的 但看着满地 都是送一寄过来的 大包小包没拆封的纸箱 却又犯了难 反正生活必需品都拿出来 剩下这些晚点拆也没什么 吧 这么想的 索性眼不见为敬 先去洗了个澡 裹着浴巾出来 才发现手机上 有好几通未借来点 未知号码 但所属地显示在深层本地 或许是快递 这么想的 我把电话拨了回去 没想到是之前住过的那家酒店 前台说有人把我的快递错寄到酒店 现在联络不上寄件房 所以只能询问我现在的地址 要跑腿送给我自己处理 是谁给我寄了东西 还寄到了酒店 难道是送一弄错 虽然不清楚东西是什么 但实在不好麻烦人家前台 只能给了我现在的地址和联络方式 叫配送员送到后打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才问送一有没有往酒店给我寄东西 他否认 我满心疑惑 只能又给杨一发消息 确认是不是公司弄错了我的住址寄过来的资料 毕竟刚落地深城的时候 是公司帮忙预定的住宿酒店 但杨一说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只能继续等 终于在半个小时之后 等来了配送员的敲门声 我没多想 直接拉开了门 却发现 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江湾 他穿了一身黑 戴着鸭舌帽 手上还提着个巨大的行李箱 刘海被帽子压下来 遮住了一点眼睛 整个人站在楼道的阴影里 隐约能看到一点泛红的纯紧 我不有想到视频里 沐溪拽他头发的那一幕 皱眉 怎么是你 你买通酒店 逼他们泄露我的地址 他却摇头 没有 他们不说 所以我就寄了个快递到酒店 让派送员扔下就跑 想看他们怎么处理 然后他们果然给你打电话 找跑腿的时候 我偷听到了地址 这经历太过拨准 导致我听到的第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是该报警告他骚扰 还是该夸他厉害 可就在我组织语言 想把他赶走的时候 他却眼睛一闭 之后直去朝我身上栽了过来 我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扶住他 帽子被蹭掉 借着屋里的灯光 我这才发现他脸上红的一样 刚刚短暂接触到的手腕皮肤 也烫得吓人 他在发烧 他躺在地毯上 却还在努力想爬起来 似乎是高烧倒置 他泛红的眼眶里盖着水光 声音沙哑的小声念叨的声 我凑近了才听清 他说的是 对不起 哥哥 是我错了 而就在我拿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楼道里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在之后 气喘吁吁的杨一出现在了门口 陆舟 你没事吧 打你电话不接 但我听说最近有的快递骗局 隔着大厂四开的房门 杨一先是看了看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江湾 又看了看蹲在旁边的我 这才略带茫然地改了口 这是 怎么了 我赶紧解释 只是把手机放在卧室充电 所以才没接到电话 并没遇到快递骗局 麻烦你白跑一趟 杨一摇头 没 是我太紧张 想多了 帮我把地上的江湾扶到沙发上之后 杨一便开口道别 你这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我跟上去 把人送到门口 但在他转身迈出一步之后 却又回头 说 可以冒昧地问一下 那位 是你的什么人吗 他说的显然是江湾 可已经分手了前任 忽然找上门 总是有些奇怪 我还不想让自己的私人感情 成为办公室八卦 所以便撒了个谎 亲戚家的妹妹 跟父母吵架 离家出走了 杨一看了一眼门边的行李箱 像是松了口气 笑着说道 青春期的小孩都这样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 我随口附和 送走杨一 关上门才发现 沙发上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醒 正直勾勾地瞪着我 陆周 谁是你妹妹 她烧的声音沙哑 浑身脱力 却还是不服输的地 用胳膊撑着身体坐直 还有 那个女的是谁 你心女朋友吗 你是为了气我跟她在一起 还是真喜欢她了 她呼吸有些纹乱 扇子似的睫毛垂下来 在脸上投下了一小瓶音音 像只被抛弃的小狗 我别开眼 不去看她 私闯明宅是违法的 你现在就走的话 我可以不报警 她却固执地盯着我 站起来又问了一遍 那个女的 真是你的心女朋友吗 你是为了她才来的伸场 她受了血 一张小脸更显得白细脆 我退开一步 让出了门口 说 是 我很喜欢她 所以你现在的所作 作为严重地干扰了我的生活 我不信 你在骗人 她眼神哀伤 声音也微不可查地发着动 我却笑了笑 勾起唇角看着她 我骗你干什么 将晚 你不会真以为 你很重要吧 像你这种条件呢 听说花钱包月都得五千起步 白调了三年 总得对你好点 还是说 你误会了 真觉得我特别喜欢你 面前的人瞬间白了脸 眼底敌情绪 也由哀伤缓缓 转为了难以置信 最后是愤怒 我站在屋里 看着她狼狈地拖着行李箱离开 下楼梯的时候 甚至连头都没回 之后才拿起了桌上的手机 切断电话 回复短信 她走了 应该也不会再来了 那边秒回 都听到了 感谢陆先生佩合 视频已销毁 还发过来一份声明 写着如果日后视频流出 对方全权负责 还要进行巨额赔偿 我没看 直接删掉了对话框 之后手脚冰凉地蹲在地上 用手捂住了脸 这条消息是我在路上收到的 联络我的是慕展国 他发给了我一段视频 一段我曾经以为 这辈子都不会被人看到的视频 记录着我最难看 最无法忘怀的过去 当年读大学的时候 我做的第一份坚决 其实是在KTV当前台 有个男人喝醉了酒 叫我带路领他去厕所 我当时年纪小 没经验 真的以为只是带隔鱼 可绕到走廊拐角的时候 他却忽然凑过来开始摸我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有些男的 对同性也会 我愣了一会才回神 疯了式地挣扎 还喊着要报警 那人见我反应剧烈 才终于行诊 骂了一句 妈的 装什么 怕我去报警 便掏出五千块 扔在了我面前 叫我别生账 五千块 刚好是我一年的学费 可以让我有底气 辞掉KTV的功课 不再上夜班 可以让我在至少一年内 不用为了透学费 四处分足 少打几份功课 可以让我好好学习 努力冲击奖学金 在课余时间 找一份更从容的兼职 我接了那达钱 回学校的路上 不停地给自己洗脑 说 反正我是男的 没关系 五千块不少了 也算是货得福 反正以后都不会 再去那个地方 也永远不会再见到那个人 可哪怕如此 那天回到宿舍之后 我还是洗了很多次澡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 看到每一个戴眼镜 又肥胖的中年男性 都会生理性的恶心小徒 扣扣扣 有人在敲门 我这才回神 扬声为了一句 谁啊 闪送 有您的东西 门打开 穿着统一配送服的小哥 抱着一大捧明黄色的向日葵 向日葵的花语是 信念 光辉 高傲 忠诚 阳光 明亮 寓意着沉默的爱 爱得坦坦荡荡 不离不弃 可以勇敢追求想要的一切 跟着花一起送来 还有一封信 一封由江婉亲笔写的道歉信 哥哥 这是一封早就写好 但却不知道应该怎么交给女性 对不起 我当年其实并不想答应 沐溪参与报复你的那个记录 我觉得她很幼稚 也很愚蠢 更没必要 这样去欺负一个普通人 所以早在她提出这要求的第一时间 我就选择了拒绝 她反复劝说 祈求 我都当没听见 直到那天晚上 约好了一起聚会 沐溪却拖着所有人 去了你兼职的那家咖啡店 她是带人去捣乱的 我懒得参与 就在车上等 通过咖啡店的玻璃 我看到他们冲你大喊大叫 故意往你身上泼咖啡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我以为你会隐缘 像个被欺负惯了的兽气包 但你没有 你镇定自若地要她付钱 不光要承担洗衣和清洁费 还得赔偿你的精神损失 还说店里有监控 你会报警 沐溪被你镇住了 而我也很惊讶 惊讶与你跟我的想象大不相同 红石也终于明白了 沐溪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针对你 我坐在车里看行 看得饶有信慰 直到你被不分青红皂白的店长训斥 丢掉了那份工作 你高昂着头 从咖啡店里走出来 像个骄傲的斗士 可坐在车里的我却知道 你很委屈 我摇下车窗 想问问你还好吗 可你却目不斜视地路过我 小声地念叨了一句 这几个坏人 以后吃泡面全都没有调味包 你被气得咬牙切齿 但却丝毫没有认输的打算 也是从那一刻开始 我忽然觉得 如果我去追求你 就能让沐溪不再找你麻烦的话 似乎也不错 然后 我答应了沐溪的要求 隐瞒身份接近你 了解你 因为你偶尔看过来的视线 心跳加速 我们在一起的那三年 是我人生中最幸福 同时也是最痛苦的日子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骗了你 而时间拖得越久 这件事带来的痛苦就越强烈 我甚至在幻想 假如事情真的拖得足够久 那你跟沐溪就会忘记彼此 同时那个谎言也就故宫自破 可我又错了 因为谎言是不会被时间消磨的 只会因为越拖越久 变得更加难以解释 直到东窗事发 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才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多么愚蠢的错 但我真的知道错了 哥哥 你能不能原谅我 然后再给我一个机会 难事 麻烦您签收一下 听到面前的提醒 我这才回神 签字之后 接过那捧花 放在墙角 原本局促昏乱的出租屋 像被照进了一束光 可我却被泪水模糊了视线 只觉得那抹遥远的明亮 越发触不可及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是天之娇女 光彩夺目 而不是为了某个人忍气吞声 被迫妥协 我不在乎那段视频 那是我的过去 虽然不够光彩 但却是当年的我为了生活 权衡利弊后 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会一万不减 就算那个视频真的被发出来 在如今的状况下 也早已无法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我只是个普通人 不靠网络活着 事情闹大 公司或同事或许会因此非议 但我还可以离职 换工作 成年人的世界 名声和他人的评价不然重要 但工作能力和强大的内心 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我不怕那段视频被发出去 只是牧展博的那通电话 再一次提醒了我 我跟江婉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们在最微末的时候相识 相依为命 可我们到底不一样 今天早些时候 收到牧展博的消息时 我还在路上 电话震动 提示有新消息进来 路先生 有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有时间打电话吗 陌生号码 我以为是诈骗信息 没理会 可对面紧跟着又发过来了一句话 有关江婉的 我是牧展博 我不清楚牧展博联络 我是想做什么 但到底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接了那通电话 他说了很多 说我的身世配不上江婉 豪门联姻才是最稳固的局面 就算我执意跟江婉在一起 也只能当个第三者 而最重要的是 他告诉我 原来当年 我得罪牧兮之后 他最初想到的报复方法 其实并没有那么儿戏 含着金汤勺长大的大小姐 又被家人浇灌着长大 有钱有权 目中无人 挨了打又伤了面子之后 他疯了事的想要报复 光是找人调查我 就花了大价钱 还放出狠话 说只要能抓到我的八笔 必有重险 而我在KTV拿男人钱的监控 就这样到了他手里 目熙大喜过望 准备把视频发上网 连带我的个人信息 和专业名称 一起放在A大的校园网和贴吧 男大学生员交赚钱 客户竟是同性 这是他早就想好的标题 足以让我身败名利 闹大了甚至可能被校方开除 是江婉阻止了他 说他不该因为无心之事 就毁掉别人的人生 目熙当然不同意 直接回绝 可对于江婉所说的 万一当事人暴走 他也会惹上麻烦这件事 到底有些记忆 他开始犹豫 是否要放出视频 而当他看到那些 给江婉送情书 被婉拒之后满脸难过的女孩 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他说江婉姐姐 要不你帮我复仇吧 你去追那个穷小子 等他爱上你之后 再狠狠甩了他 到时候他一定伤心欲绝 我保证 只要你愿意帮我报仇 你以后提什么要求我都照本 如江婉信里所说 最开始他是拒绝了的 但穆希对我的步步紧逼 叫他有些不忍 之后才有了这场耗时三年的 荒唐的暴露 等到江婉彻底动心之后 他便开始拖延时间 每当穆希 找上门催促他快点的时候 江婉会说我还不够喜欢他 需要更多时间培养感情 可春去秋来 四季更迭 整整三年 蠢奔如穆希 也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那天晚上是江婉负起的生日 他不得不回去 结果恰逢穆展博参加活动 被活动方为难 穆希车技一般 哀求江婉跟他同去活动现场 给穆展博撑腰 却没想到在车里 等穆希跟活动方交涉的时候 他因为过于出挑的长相被人偷拍 视频上了热搜 加上穆展博的团队 无故事实 为了炒作而推波住人 热度越来越高 江婉焦头烂额 生怕我看到之后 会误会他跟穆展博的关系 连忙找人压热搜 想全网封锁那个视频 可穆希却在他难得失态的情绪 不出了异样 他质问江婉是为了谁在压热搜 是不是喜欢上网 所以才迟迟不跟我分手 而与此同时 那条视频爬到了热榜第一 被送一发给了我 江婉心乱如麻 但在穆希面前 他依旧不敢承认 因为他怕穆希没清楚 找到我做出什么不该做的 于是他只能当着穆希的面 跟我提出分手 又带着穆希找到我 希望演完那场戏之后 穆希得偿所愿 不会再来骚扰我 可穆展博却比穆希聪明多了 他看出了江婉的身不由己 正在慢慢走下坡 为了维持家族荣光 也想在江婉家里的帮助下 给生意转型 他提出要跟江婉订婚 商业联姻 为期半年 两人不需要真的恋爱 只要低调地维持着 订婚的名头即可 而筹码就是那段视频 以及穆希永远不能再靠近我一步 当年的监控早被清空了 穆展博手里 拿着最后一份备份 江婉同意了 可等他忙完一切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我拉黑了 于是他只能强迫自己 专心在穆希跟亲戚朋友面前演戏 等解决这些事情之后 再去找我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可他没想到 我会直接离开 他是从不喝酒的人 可那段时间却醉了很多次 还清醒的时候 他会开车回到出租屋楼下 盯着我住过的那扇窗 直到灯亮起来再熄灭 天亮窗帘被拉开之后才会走 可那天晚上 他等了整整一个通宵 却依旧没能等到灯亮起来 他以为我出了事 可跑上楼才发现我已经走了 房东正在整理房间 在我留下的东西里 飘飘点点 想留下有用的 我买给他的衣服鞋子 都被翻出来扔在了地上 一片狼藉 他红了眼眶 蹲在屋里失声痛哭 房东被他吓了一跳 邻居差点报警 可他还是冷静了下来 告诉房东他愿意发钱 买下这些杂物 并加价租下了那间房 这些都是穆希发现江婉失踪 去找他的时候 从房东嘴里得知的 电话那头 穆展国的声音冷静低沉 路先生 你知道吗 江婉一直都很讨厌我 讨厌我们这些 为了家族企业 为了利益出卖自己婚姻的人 可为了你 为了那段监控 他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 跟我订了婚 你不觉得讽刺吗 从利益角度分析 我跟江婉是最合适的联姻组合 他是聪明人 而且我不讨厌他 这桩婚姻可以促进 两个家族的合作 他也会因为我家里的帮助 更快得到父母的认可 继承家里的生意 他真的很喜欢 也为你做了很多 可你呢 你为他做了什么 你又能为他做什么 我听说 你现在连房子都买不起了 是 我的确说了谎 精心策划了那场订婚仪式 打算假戏真做 想着假如他的脑子 还有一点清醒的话 就应该意识到 跟我联姻才最划算 可因为你的存在 他连理智都没了 大闹订婚典礼 成了整个圈子里的笑话不说 还固执地去找你解释 更惹恼了家里人 一个不够聪明的继承人 哪怕有血缘关系 再也是会失去继承权的 他一个女人 想继承家业 本来就很困难 陆先生 你真的想害他失去一切吗 我久久沉默 我不想 更不舍了 所以我只能保持冷漠 逼他离开 回到当下 我盯着那树花看了很久 久到眼睛发酸 才恋恋不舍地关了灯 亲眼看着黑暗 将那树光吞噬 一切归于沉寂 之后的几天 我状态一直不假 好在展会的准备 已经到了品牌车辆 进场的最后阶段 相对轻松 哪怕全程神游 也没闹出什么乱子 每天都盼着能快点熬到下来 回家休息 可今天 我走楼梯上楼的时候 却发现隔壁的那间房厂 门口堆了不少行李 其中还有一个粉色的行李箱 之前的租客上周才搬走 今天就又有新人入住 房子隔音不好 希望这次的租客 不要再像那对情侣一样 半夜吵架了 这么想的 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静莫明觉得 放在隔壁门口的那个粉色行李箱 有骨说不出的演示 心底忽然冒出了一阵不大好的欲 而下一命 屋里走出了一个人 纯白短袖 蓝色牛仔裤 乌黑的长发拨到一边 露出了江婉那张精致漂亮的人 他正准备弯腰搬东西 整个人站在老旧 窄的居民楼里 有骨说不出的违和感 太过惊讶 以至于我拧到一半的钥匙 都忘了拔出来 你怎么还在这 不是走了吗 江婉文言站直身体 跟我对视 本来是想走的 但我惹了男朋友生气 他不愿意跟我回家 所以就只能拼尽全力挽回 直到他回心转移为止 他这么说的时候 视线就一错不错地定在我脸上 可听到他的话 我却不知该做何反应 好在 他也没在等我的回答 说 行了 看你的黑眼圈就知道你没睡好 赶紧回去休息吧 等我这边收拾好了 请你吃乔千燕 当然 是作为邻居的那种 你女朋友 应该不会介意吧 因为生病 他的声音还有点沙哑 尾音上翘 漂亮的眼睛含着笑 像极了我们第一次见面 当时他骑着自行车追上我 阳光照在他脸上 带点调笑的声音 棍在风里 同学 你走路看书 真的不会撞在树上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来着 我说不会 但下一秒 就因为被他吸引了注意力 而险些撞上路灯 他把车停下 在原地看着我笑 回到当下 江婉依旧在看我 似乎在等我回答 我压下一样的心情 错开视线 冷冰冰地说 不用了 我没有跟陌生邻居交朋友的习惯 他不该留在这 他应该回到他的世界去 江婉住到了我的隔壁 之后便经常因为一些 莫名其妙奇妙的小事过来敲门 比如WiFi去哪办 门禁刷不开怎么办 桶庄水的联络电话是多少 次数多了 我也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便直接忽视 或者态度冰冷 想叫他知难而退 我不知道他跟父母的矛盾有没有解决 我没有任何立场去询问 所以只能胡乱担心 可他住进来之后 原本灰暗的楼道 倒是一天比一天明亮 楼梯里多了好几个置物架 只是那花似乎好几天没人浇水了 有些发念 或许他是不是想通了 回家了 想什么呢 小鹿哥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回神才发现是许葳 他笑眯眯地说 明天就是车展的最后一天了 咱们从后天开始放假 连休五天 小鹿哥 你到时候有安排不 我揉了揉脖子 说估计会先睡上一天一夜吧 我应该也是 天天七点过来盯现场 神仙也顶不住啊 因为要放假 连轴转了一个多月的小组成员 都肉眼可见地兴奋了起来 下午活动收尾 清理现场 整理物料 再拍一张合影 就全都结束了 下班回到家 我扔下包摊在床上 简直累得无欲无求 昏昏欲睡的时候 电话却忽然响了 是宋毅打来的 我这才想起 他说周末要来深城 赶紧打起精神 接了电话 喂 老宋 你机票买了几号的 可电话那头的人却意外地兴奋 等等在说票的事 你看热搜了没有 慕展博宣布退出娱乐圈 还结了婚 听到宋毅的话 我又清醒了几分 下意识攥紧手机 问了一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前两天就有人爆料 但是信的人不多 粉丝还在到处辟谣 说慕展博事业在上升期 不会退圈 结果刚才工作室 直接官宣了 结婚证都晒出来了 结婚证 我下意识重复着这三个字 心情复杂 刚刚下班看到那盆花的时候 我就在猜测 他是不是真的直男儿腿 已经回京市了 可此时猜测得到确认 我却并非像想象中那样放松 反而像是有块大石头压在了胸口 怎么都喘不上气 可实际上 这明明就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对他冷言冷语 言辞拒绝 本来就是为了让他离开 回到他本来应该在的世界 电话那头 宋毅还在说话 可我此时实在是一句都听不进去 只能开口 打断了他 说 老宋 我这边有点事 要不我忙完了再打给你 好啊 刚好我现在下班了 要去赶地铁 回了家我们再聊 电话挂断 出租屋恢复了安静 我不知道在床上躺多久 看着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按下去 灰蒙蒙地傍晚飞过了一只鸟 在之后 门被人敲响了 是谁啊 我茫然地起床硬门 却没想到 竟然在猫眼里看到了姜婉 他剪了短发 没有长发遮挡 完全露出的脖梗 更显修长纤细 这人还来干什么 结婚后跟前任何解 想获得我的祝福 我心情复杂 打开了门 他却冲我晃了晃手里的食材 面色如常 要不要来我家吃火锅 之前说好的搬好家请你吃饭 不用 我不吃 他却还不放弃 怎么 真怕你女朋友不高兴啊 他语气依旧带着调笑 我在好的脾气也没了耐心 姜婉 你什么意思 既然你都结婚了 那能不能就别再来骚扰我 可听到这话 姜婉却是一论 你说 什么结婚 表情茫然 简直像对他跟沐展博结婚这事 真的毫不知情一样 我懒得再说 直接转身准备关门 却力气不足地被他挤了进屋 陆舟 你说什么呢 除了你我能跟谁结婚啊 这人简直不见关态不掉位 我索性掏出手机 点进热搜 给他找证语 果然 宋姨一点也没骗我 沐展博退圈锦号和沐展博结婚锦号这几个词条 牢牢霸占着热搜榜 我随手点进一口 找到结婚证图片 本想递给姜婉看 可在放大之后 却发现了不对 这结婚证上的女人 我怎么不认识 在定睛一看名字那边 写的也不是姜婉 怎么会这样 我懵了 姜婉凑过来看我的手机屏幕 看清之后却松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你以为我跟沐展博结婚了 我没答话 这才后知后觉的想起 宋姨的确只跟我说了沐展博结婚 但结婚对象是不是姜婉 却根本没提 是我先入为主 弄错了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姜婉笑得眼睛弯弯 耐心地给我解释 昨天我是回了一趟京市 也参加了沐展博的婚礼 但更重要的 是为了跟我的父母说清楚你的存在 以及你对我有多重要 我要消除他们的误会 才能正大光明地带你回家 沐展博只是想找个联姻对象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我之前因为有把柄在他手里 所以不得不陪他演戏 现在我已经把那些都解决了 你之前说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 可你忘了 早在我爱上你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来了你的世界 我很爱这个世界 不想离开 所以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不要那么急着赶我走 等我哪里做得不够好的时候 你再把我赶出去也不迟 是不是 他的视线温柔且坚定 看得我心里发酸 在说话时带了鼻音 你让我考虑考虑 你就自己考虑吗 不用听你女朋友的意见 他刻意重读了女朋友三个字 眼底却亮晶晶的 带着玩笑的意味 我这才想起来 我之前为了逼他离开 还撒了个谎来着 跟他说杨一是我女朋友 可看他这样 分明早就发现了我在说话 你什么时候知道 我舍不得你 被赶走了还想见你最后一名 结果发现这地方隔音不好 某人晚上做梦话 都在喊我的名字 而且那个叫杨一 明明跟你住得那么紧 可每次下班 你都跟他分开走 我一愣 没想到自己 从最开始就漏了血 但过了会才后知后觉的想起 不对 你是怎么知道杨一住在哪的 这个 是秘密 他嘴角上扬 露出了一个带点得逞的笑容 说 走吧 先去吃火锅 鸳鸯锅 九宫阁 我跟在他身后 到了他家 可一进门却愣在了原地 只因为屋内熟悉的东西 实在是多得有些过分 大到衣柜穿衣服 小到拖鞋和摆件 全都是我从京市的房子搬离时 因为带不走而留给房东的东西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 姜婉已经进了厨房 熟练地洗起了菜 文言有点不自然地说 为了节约 叫人脱运过来的 包括这个床垫 因为出租房的床垫太薄 所以我睡眠一直质量很差 当时刚搬过去的时候 纠结很久才吃巨资500块 买了个乳胶床垫 我俩一夜 当时搬家的时候 我才发现想把床垫 带到深城运费实在不乎 只能遗憾放弃 可姜婉竟然把这些有的没的 全都带了过来 这些东西 运费加起来早就超过原价了 怎么可能是为了节约 我失笑 看着他红透到很多 到底没揭穿 不过 不对啊 他这么有钱 当初还装穷 干什么呀 这么想着 我便直接质问 姜婉却倾咳一声 解释 我不是跟家里夸下海口了吗 说我跟其他二十组不一样 靠自己勤工俭学 就能读完大学 还逼着他们把我的卡给动静了 后来发现不对劲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硬着头皮做兼职 所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那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穷来着 电话响了 打断对话 我接起来之后才发现 是杨一打来的 车展结束 部门要举办庆功宴 问我哪天有空 好约时间 我这几天都有空 看大家时间安排吧 杨一得到答案 俐落地挂了电话 之后才发现 厨房里的洗菜声早就停了 门框上露出一颗 正在偷听的门 我见状 反而起了逗她的心思 我明天 可能要去跟别人吃饭 可她没等我说完 就直接走不出来 满脸得意地说 你现在跟人吃饭 都要向我汇报 你心里有我 我没忍住 笑了 她是看过我那么多冷 却依旧满心温柔的人 逗她又有什么意思 深沉的夏夜 我跟江婉一起吃了火锅 她被九宫阁蜡的说不出话 却中了整个阳台的向日葵 欢迎我来到她的世界 我叫杨一 我感觉自己被人跟踪了 下班回家 我像往常一样去买菜 可走在路上 身后总有股莫名其妙的 被窥视的感觉 回头的时候 又什么人都看不到 怎么回事 难道是竞争公司安排的 我私能拿到 跟政府合作车展的机会 不是见荣意识 几家差不多体量的竞争对手 早就虎视眈眈 从立项开始 就没少捣乱 跟踪 威胁 举报 种种小动作 语见不鲜 眼看现在去车展不足半月 我倒要看看他们这次又想干什么 想到这改了主意 没再去买菜 而是改变路线 去了家附近的茶餐厅 这家茶餐厅我来过几次 没有包厢 周围排布清晰分明 而且装的是全透明玻璃 方便观察外面 果然 我才刚落座 没多久就有个穿了一身黑 还戴着帽子口罩的人 鬼鬼祟祟的 透过玻璃窗观察店内 看身形 是个女的 比我高一些 身材很好 可是跟踪这种事 班不都是男的来做吗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只当没发现他 照常点菜 做出一个人解决晚饭的样子 只是时间无限延长 吃完饭 我还点了壶茶 一边喝 一边拿出笔记本 处理没做完的工作 终于 等到那人不耐烦 他推门进来 服务员迎上去 问他坐哪里 可他的视线 却一直若有若无的盯在我身上 而等到他被服务员引着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直接伸手 一把抓住了那人的衣袖 他身形一僵 却不敢回头看我 只盯着地面质问 你抓我干什么 我这才发现 这人声音轻柔 好像岁数不大 被抓包之后的紧张 也是肉眼可见 估计只是个被上司 忽悠瘸了的实习生 到底放缓的语气 没什么 就是想给你拼个桌 他当然不满 手上挣扎着想甩掉我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服务员 也开口劝导 也是 现在店里座位充足 不需要你两位拼桌的 可我跟这个小姐姐一见如故 想认识一下 而且 你跟踪我那么长时间 得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这话说完 那人浑身一僵 抬头看我 过了几秒 倒是直接摘下了口罩 露出了一张年轻漂亮的脸 长洁浓密 旁边的服务员愣着 之后小声念叨 应该是个明星吧 怪不得我那么严实 可我却觉得 这人有点眼熟 直到对方从容的 在我对面落座 我这才想起来 在哪见过他 你是陆周的表妹 好像是叫姜婉的那个 对方本来正在低头 寻着菜单点菜 听到这话 却带点不满的抬头 我不是他表妹 皱眉 想起那天晚上 赶到陆周家里时 在门口看到的那一幕 那你是谁 为什么跟踪我 他没答话 低头点好想要的东西 等服务员 记下菜单离开 才开口 盯着我问 你是不是喜欢陆周 我一正 你问这个干什么 可与此同时 我也在问我自己 我是不是喜欢陆周 我跟陆周的再次相见 其实最早是在4月初 当时车展的 具体举办时间已经敲定 但因为分公司第一次 操办这种级别的展会 经验不足 加上竞争对手 从中作梗 几个合作品牌的展出方案 迟迟没有敲定 进度严重拖缓 这才向今时总公司汇报 寻求解决办法 总公司效率极高 很快就组织线上会议 传授经验 由我负责对接 分公司的中高层 全都到了场 可没想到连线接通 大屏幕上的主讲人 竟然是个很帅气的年轻男孩 看上去比我还要小几岁 因为形象跟预期严重不符 会议室里议论纷纷 我也有些疑惑 明明说好了 由经验丰富的老前辈负责讲解 怎么临时换人 成了个愣头亲 但哪怕如此 会议秩序还是需要维持的 我正想出声 叫大家安静下来 毕竟对面的男孩 恐怕镇不住场子 可还没等到我开口 对面就已经出了声 咱们节省点时间吧 你们的问题太多了 声音清脆冷静 并调出了早就做好的PPT 丝毫不怯场 甚至面对胡主编 故意刁难提出的问题 他都依旧保持着谦逊礼貌 说我不懂这问题 跟活动策划有什么关联 但我相信您的提问 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胡主编憋红了脸 却又无法反驳 他这人刻薄小气 众人苦其久矣 见胡主编背对 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倾笑 接下来的会议进程 也格外的顺利 而我也对屏幕那头的男孩 生出了一股敬佩 线上会议结束 我切断电脑和投屏连线 等办公室里的人一一离开 也收拾好东西 准备下班吃饭 却没想到 电脑里忽然传出了一阵杂音 还夹杂着不慎清晰的对话声 我这才意识到 刚才会议之后 连线应该是忘了切断 我没有关机的习惯 刚刚就直接扣上笔记本 这回回神 便想提醒对面切断连线 却猝不及防地 听到了说话声骤然清晰 那人应该是提着电脑 钻进了厕所 给自己朋友打电话 喂 老宋 我终于开完会了 你不知道我被领导坑了 他懒得开会就甩给我 说是两三个人的小会 结果对面乌鸦要一大群人 我都吓死了 是啊 不行 我太可怜了 给吃个蛋糕 奖励自己一下 相应熟悉 原本冷静专业的男孩 彻底变了样 声音鲜活又清朗 我不好出声打扰 便直接把电脑关了机 但那之后 却鬼使神差的 总会想起那个 人前人后反差极大的男孩 做足心理建设之后 才得调往总公司的同事 打个电话 询问那个男孩是谁 同事是个人精 哈哈大笑之后 无情戳穿了我那一点心动 杨姐 人家有女朋友了 而且感情很好 得到这答复 我觉得有些失望 但也在预料之中 成年人的世界 忙忙碌碌 反复改动的需求 和开不完的 会足以把那一点心动 深埋在疲惫之下 我几乎把他忘了 直到五月初 我又接到了领导的消息 说临近车展 人手不足 总公司会调一名 有经验的负责人 过来协助我完成项目 当场便想拒绝 人手短缺 明明可以先从其他破门戒掉 等忙过这阵 再招聘新人也来得及 可现在来人空降 不说对方是否真的 适应公司节奏 光是居高临下的磨合 就不是件容易事 领导碎碎念 这人本来说不来了的 嫌身成太远 但现在好像 跟你朋友分手了 又同意了 然后我就看到了那份资料 简历上的男孩 眉眼端正 可我却愣在了原地 他也叫陆周 站在领导办公室里 我却不合时宜地想起了 早先通过会议软件 听到的那几声响音 直至在看到他的 曾居住地址时 我终于记起了 那个埋在小城记忆中 许多年的男孩 12岁那年 父母离婚 我跟着我爸回了老家 小城惬意 但也预料之内地 排斥外来人 这一点 我的感受更为明显 在那个年纪 有点特别的小孩 总是很难交到朋友 于是我经常一个人 到处乱逛 可有一天在小巷里 却被流浪狗盯上了 我吓得不敢回家 差点饿死 然后遇到了他 他救了我 也成了我交道的第一个朋友 时隔多年再次相遇 我觉得既神奇 又激动 忍不住感慨 命运的巧妙 我压住情绪 同意了总部 要调人过来的安排 上次以为 我是委屈求全 语重心肠的许诺 不会亏待我 我却全然不在意 终于等到他来的前一天 本来被安排 去接机的人是许薇 但他家里的猫要生产 时间冲突 我直接准了他的假 并提出明天替他接机 许薇没料到我这么痛快 小秘密跟小薛说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杨姐撞了醒 我失笑 也知道自己这样有点卑鄙 但是 但是 心动的感觉来了 不想办法抓住的 不才是真的蠢吗 我去了机场 见到了他 他似乎情绪不高 礼貌又生疏的跟我打招呼 我想办法逗他 他笑了 身上的防备消散了许多 但还是不能认出我 没关系 反正我也不急 再之后 他正式入职 我们成了同事 离得越近 我越发现 他简直是个会发光的男孩 而每一次 想起我给他堂食 他惊讶又茫然的表情 我都会忍不住翘起唇角 忽然 面前的桌子 被人敲了一下 我这才回神 听对面的人 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问话 你到底是不是喜欢陆周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别管 回答我是 或者不是 对面的人气势十足 带着明显的敌意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 自己不该在这时候服输 双手交叠着 迎上他的视线 是又怎么样 对面的人烦躁的瞪了我一眼 说 劝你赶紧放弃 他不喜欢你这样的 这话倒是把我气笑了 不喜欢我这样的 难道喜欢你这样的 没错 你猜对吧 对面的人摘下帽子 挑衅似的看着我 哪怕作为同性 我也得承认他十分漂亮 我隐约听许薇提起过 他说陆周应该是被前任伤得不浅 对方出轨了 每次陆周一提起来 心情就会变差 我看着眼前这个表情 复杂的女孩 忽然冒出了一个猜测 你是陆周的前任 他文言 有点不满的反驳 暂时 暂时是前任 我眯了眯眼 语气也不在的温和 都已经分手了 还来骚扰人家 有点不太合适吧 我没想骚扰他 那你跟踪 我是什么意思 逼我放弃 这样他就不得不原谅你 我的话应该是戳了他的痛处 那人眼神黯淡 咬了一下嘴唇 过了很久 他才缓缓出声 抱歉 我没想打扰你 今天来只是想确认 他有没有真的跟你在一起 如果你们真的在一起了 他也是真心喜欢你 那我想弄清楚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人不错 那我会选择祝福 并直接离开 而如果你们没有在一起 我也得知道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对不起他 想听尽一切地把他追回来 所以总得知己知彼 面前的人语气认真 眼神坚定 同性最能辨别 对方有没有撒谎 我有些意外 没料到他会如此坦诚 而且敢做敢当 而且这人看上去 不大像会劈腿的样子 许微的情报恐怕有误 刺探君情道 你们是怎么分手的 他抬头 眼神里清清楚楚 写着想的每三个字 喝了口茶 反问 那你是怎么知道 陆周家地址的 眼神交汇 双双沉默 我暗自下了结论 这丫头很谨慎 是个难缠的对手 就这样 一直拖到茶餐厅必变 服务声过来感人 因为没能从对方口中 探听出什么敌情 多少有些失望 试探性的提议 要不要找个地方做做 走吧 对面应该十分痛快 显然跟我抱着一样的想法 出了茶餐厅 我便开始思考 应该带他去哪 深城的夜总是不怕晚 尤其在这附近 还有一片相当大的 广场的情况下 哪怕现在已经接近12点 但广场人还是非常热闹 各种吃喝玩乐的小摊 一眼望不到头 时不时有卡通小车开过来 带着孩子的笑声 我正低头翻大众点评 却有人迎了过来 试着拿着宣传单的小姑娘 一笑露出满口白牙 两位美女 我们新店开业 现在举办扎气球活动 关注公众号就能领飞标 参加就有奖拿 要不要试试 或摆手 本想拒绝 但因为那年轻人 介绍的实在起劲 到底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了一眼 不远处搭了个临时舞台 中间放了三个巨大的靶子 上面是数不清的彩色小气球 而在靶子旁边 则摆了整整一侧墙的 毛绒玩具 作为奖励礼品 参加活动的人不少 玩具最上面那排 都快被拿空了 而那排剩下的最后一个 是个明黄色的向日葵玩偶 我记得陆周的微信头像 好像就是这个玩偶 心里一礼 只剩一个念头 那就是不能让他抢先 赶紧也扫了马 我俩争先捧后的 去领了飞镖排队 倒是那位小姑娘有点发懵 不明白为啥兴致缺缺的两人 瞬间变得这么积极 每人十只飞镖 表示中五个以上 才能拿到毛绒玩具 否则就只有当作 纪念品的钥匙扣 而我跟他的目标 显然都是那只 剩下最后一个的向日葵 我感觉自己这辈子 都没有这么认真的扔过飞镖 但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 我抢在前面 赢下了那个玩偶 然后江林一路上 都愤愤地盯着我手里的玩偶看 人家小朋友很想那个玩偶的 你一个成年人 跟小朋友抢东西 赢得还真是理所当然 可我却心情不错 哦 我愿意 也因为这样 等到坐下来喝酒的时候 双方都被激起了圣服欲 针锋相对 步步紧逼 然后两人就都喝醉了 江小姐 我看你已经醉了 要不就别喝了 但话虽然这么说 其实我酒量也一般 撑到现在实属强弩之末 还没趴下 只是不想在他面前服软 我没醉 只是这地方太热了 有点脸红 他还嘴硬 起身说要去上厕所 没想到他竟然玩音的 他其实是从侧面绕了一圈 从我背后 靠近想偷我藏在椅子上的玩偶 被抓包 才善善地回到了位置上 那个 你反应速度挺快的 我没忍住嘲笑他 赢得到就想抢 你是不是有点卑鄙了 他心虚地低着头 本来就红的脸 更是雪上加霜 是我baby了 说好宫廷竞争的 不应该同你的玩具 他声音太大 店里不少人都看了过来 这么射死的一幕 接下来的发生的事 却叫我更加难以理解 因为我竟然也站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声音洪亮地夸他 说得好 你虽然长得没有我漂亮 但人品还是很不错的 你胡说 我怎么没有你漂亮 我明明比你好看多了 不信我们比一比 比就比 而第二天睡醒 我在手机里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段视频 醉的人是不知的两个女人 一起出现在画面里 拼了命的 都想把脸远离平面 你在前面 不然会显得我脸很大 不行 你脸本来就大 在前面也无所谓 对拍到的路人 都是一副看热闹的模样 我崩溃地 抓着自己的鸡窝头 直到喝酒误实 没想到这么误实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 我俩还没彻底发疯 真的把这段视频 发给陆周 叫他评比谁更漂亮 但我依旧记得 我跟江婉搀扶着 回家的路上 他似乎哭了 明明醉得彻底 却还在不停地重复着 说他是真的错了 希望能得到原谅 女孩声音诚挚 我也有些动容 但却并不打算因此 就把自己喜欢的人 拱手相让 公平竞争 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因此展会结束 即将休假的那天晚上 我给陆周打了通电话 我想约他出来吃饭 电话接通 我手心全都是汗 却还极力保持镇定地问他 你什么时候有空 能不能一起吃个饭 好啊 我这几天都有空 电话那头的人很开心 可他问我 是公司组织的庆功宴吗 我能不能带个朋友一起去 我一愣 慌张地改了口 说是啊 庆功宴 车展很成功 大家都辛苦了 所以一起庆祝一下 等具体时间敲定了 我叫许薇通知你 他语调轻松 跟我寒暄了几句 可那寒暄里 分明只有同事间的友好 没有一点心动的迹象 电话挂断 我站在楼道里 拎着将碗门前 那盆小小的向日葵 看了很久 第一次明白 什么叫赢的游戏 输了人生 忍不住失效 然后把在手提袋里 装了一路的向日葵玩偶 拿出来 摆在了花坛旁边 之后转身下了楼 没关系 试过之后 至少不留遗憾 不仗而败 才是真的丢人 全轮完